伏卿教会 弟兄姊妹 你们好 我是乔良事工 Echo 朱姊妹 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从伏卿教会 和不同的教会收集到的物资 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 感谢大家踊跃参与 在短短一个星期就完成目标 3月3日星期五早上 我们已经将一个20尺的货柜 栽满各样的物资 货柜计划于4月21日到达目的地 如果这个货柜能够顺利入关 可能是香港第一个非牟利机构 雲底敘利亚的第一个人到物资货柜 乔良与你 牵手你我 共赴使命 我们期待你每日用一分钟为这个货柜代讨 直至物资到达栽满手中 这个货柜费用包括运费 入口清关 税收 货仓 分发物资等等 当分发物资的同时 桥梁同工会连同食物包分给饥饿中的灾物 奉献方法可以透过PayMe 转数快 支票 现金 网上银行 直接传入桥梁银行户口 温馨提示 奉献项目 请注明黎凡特 记住每日用一分钟代讨 多谢大家 李仿帝兴安息礼 3月11日晚上6点半 九龙殡仪馆 304光榮堂 复兴教室 门徒装备课程 上半年课程有 敬拜与赞美 熟灵二人行 雨晨一对一 领尸入门 罗马书 终极报道攻略 网上课程持续收生 鼓励弟兄姊妹 積極装备 为主前行 未来3月26日 復兴关岸木铃中心 有义工加许礼 当中我们会搭席一班 爱心捐赠的爱心户 亦都会加许一班 过去尽心尽力 祝福社区的义工 和有义工的见证分享 邀请大家 特别想成为义工的你 预留时间参加 一同见证 耶稣爱香港 周日假的家人 今天就是我们的家序 烧烤同乐日 报座名的记得准时 3点钟 地下荣耀楼集合出发 教会招聘行政干事 招聘妇女士公目养干事 有意者 需将个人履历 递交Ringo 吴国雄行政主任 摂止日期是2023年3月28日 顶姊妹的奉献 可以透过转数快 Payme 网上银行 缴费铃 或会员机 直接传入教会的银行户口 提提大家 记得将你们的姓名 奉献里别 透过WhatsApp 或Signal通知我们 电话是5380-7272 长情请大家参与教会的网页